还有一个是大众 我换了新小区以后啊 有点陌生 然后在傍晚的时候 白色的狗我能看得到 突然间它就找不着了 转眼的功夫 你也看到它跳跃的速度 确实是太快了 当时小区的草丛 还有那个树丛有点多 我就疯狂地找 把整个小区都 不知道转了多少遍 也是一点阴心都没有 然后晚上睡觉也睡不着 就这么瞪着眼 到了天亮 第二天呢 我们这个保安呢 就说半夜的时候 它发现一只狗 就在离它保安亭 很近的地方在那握着 也不动 它就把它抱到 那个保安亭里边了 就给我送过来了 如果是一个爱狗人士的话 你在你这一生当中 可能要送走 但是哦 就说半夜的时候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为特殊教育学校准备一场宠物运动会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心愿 我曾经有过一次当义工的经历 去了一个特殊儿童教育机构 有自闭症的 还有生活不太能自理的 我看家长都在那里陪同 突然我就有一种想法 我要为他们做点什么 因为狗让你走出了自己悲痛的过往 是的 我想让他们变得更加的自信和阳光 并且生活中能多一份快乐 我觉得你是一个特别有爱心的人 所以我也很希望能够助力你的梦想 赢老的话会尽量地帮你去寻找 这样的残障儿童的学校 我希望能够为你搭建这样的桥梁 谢谢 我特别愿意支持你的梦想 因为其实你在树立一个很好的榜样 而我们六人游定制旅行 也定期地跟一些这种自闭症的机构有联系 我想你这个梦想我会支持到 通过你的这个行为 我也很受感动 我能感受到 明爸是一个很有爱心 有责任感的这样的一个人 同时你也把爱心不断地传承 那我作为2020教育集团的一个心意吧 我们也会全力地支持你 同时有必要的时候 需要一些教育文化的因素 我们也会鼎力支持 谢谢 大家都知道这个宠物可以慰藉我们正常的人 但是宠物实际上还能帮助很多这种患者 至于说能不能用狗狗能帮助孤独症的儿童来恢复 我觉得你应该跟那个学校来沟通 来研发一些课程 不单单是说只开一个运动会 我们梅尔木医院也希望你的梦想能成真 谢谢 也希望尽早地看到你的这场宠物运动会 谢谢 好 谢谢